《蓝色生死恋》里的两位小童星,一个已过世,一个29岁面临截肢。 2000年,韩剧《蓝色生死恋》是席卷亚洲,错位的命运,悲伤的爱情,永远的初恋,开启了韩剧的新时代,这是在早期韩剧的代表作。 剧中的这三主演在此剧后如今身份大涨,一跃成为了如今的韩流一线明星。 宋慧桥他十年美貌不变,他去年播出的《太阳的后裔》再次证明了其高人气。 宋慧桥因为这部剧让我们知道了他,还有里面的小恩西也让许多人大呼可爱清纯。 这个小恩西的扮演者就是文根英。 他的一批一笑都牵动住观众的心,让我们为他枯萎他笑,当时就觉得这个演员虽然年纪小但是演技很棒。 韩国的电视剧《蓝色生死恋》曾经迷到了一片中国观众,大家除了对男女主角宋成献和宋慧桥记忆犹新之外,也对剧中的几位小演员印象深刻。 但如今,分别扮演宋慧桥和韩采英小时候的他们却一个面临截肢,另一个在20岁那年已经因脑肿瘤去世了。 扮演宋慧桥小时候的文根英现如今29岁,日前被爆患急性腔势症后群,虽然已经全面停工进行治疗,但据说这种病情有截肢的风险。 而据悉一周前文根英感到右手臂疼痛然后去医院诊治血被告知患急性腔势症后群,即便当天就立刻用刀做手术,却依旧难以抵挡来世的病情,仅一周便做了三次手术。 目前尚在刘院观察,原本由他参演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公演已经取消,进入全面停工状态。 谁也想不到这个外表乖巧懂事看起来柔柔弱弱需要人保护的小女孩会突然患次病,意外来得太突然,只希望接下来她能够坚强地跟病魔做斗争,尽快恢复。 今年2月以日文根英突发急性筋模式综合征,因为今后两三天内还有一次手术,并且过段时间后还要再进行一两场手术,文根英将无法参加舞台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地方演出。 文根英因为初到早,清纯的长相收获了韩国国民的心。 以至于韩国民众宁愿文根英做一个演什么都一样的洋葱演员,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国民妹妹。 他们甚至对文根英下了整容禁令,如果在天使一样美丽的脸上动刀,将会提出抗议。 在这样环境里长大的文根英,性格却非常质朴。 文根英生活节俭,捐款大方。 心地善良,富有爱心的文根英至今还保留从高一开始穿的风衣,但她卷助慈善从来都是大手笔,截至2007年末累计捐款就超过10亿韩元。 2002年,参演了《强花与红莲》,和林秀晶饰演一对姐妹。 这部恐怖悬疑片里,文根英的演技很明显比过去更好。 2004年,文根英与金来源主演电影《我的小小新娘》,饰演一位16岁的新娘宝恩一角。 评级该片,文静莹荣获韩国第25届韩国金龙电影节人气女演员奖,以及第41届大众电影节最佳女新人奖和人气女演员奖。 2010年,与张根硕主演电视剧《玛丽外宿忠》,获得第六届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女演员奖和最高人气奖。 2012年,主演SBS电视剧《青坛洞爱丽丝》。 希望文根英能早日好起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李爱静,《小新爱扮演者》,于文根英同岁,1987年出生,2007年因脑流去世,年仅20岁。 李爱静在与病魔斗争期间自汉阳大学话剧电影《细修学》。 李爱静2000年曾在KBSRTV电视剧《蓝色生死恋》中扮演童年韩采英,并自此出道。 2006年6月,李爱静因头痛到医院检查发现患脑肿瘤然后开始入院接受治疗。 一年后,也就是2007年传出了她在医院病逝的消息。 李爱静曾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表示,想要快点康复,然后去回报社会,但并魔仍残忍地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在李爱静的葬礼上,文根英立身黑衣素颜线身险去吊艳,并且还拥抱了李爱静的母亲。 还记得《蓝色生死恋》最终的结局是一个让大家哭惨了的悲剧收场,而现在曾经出演过这部戏的两位小演员一个二十变异离世,一个二十九岁却面临截肢的风险, 想来也是让人唏嘘不已。